好 接着带您掌握东南亚的最新动态 首先我们来看是泰国总理贝东丹出席与世界一流企业高管间的圆桌会议 总共有六家企业参与建议成立旅游工作小组 共同利用科技来推动泰国旅游业 明年政府的目标要吸引4000万外国游客将旅游的收入提高7.5% 好 再来是全球第一大总旅游出口贸易国印尼 宣布从出口手续费当中从每顿18美元要上调到每顿33美元 不只带动了泰国总旅游价格的新高 这是创下了9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还影响了其他食用油也随之上涨 同样也是印尼财政部公布将自14号开始 对来自台湾中国大陆南韩的部分 评价钢产品来加征4.4%到7.9%的不等反请销税 他们点名了9家企业当中5家就是陆契一路征收到2029年 好 南海的局势紧张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跟来访的南韩总统尹席月 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强化两国防卫跟安全关系 此外小马可氏还签署了新法 发展菲律宾国防设备国造能力 要因应地缘政治的挑战 好 最后我们来看马尔蒂夫总统穆一组 前往印度进行就任后的首次国事访问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 穆一组这次访问象征着修复紧张关系的新篇章 而且还说印度将金元马尔蒂夫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